浴室的浴室篇 被浴室要 放松 每天都要使用的浴室 就让我的巧手 让它变干净 生活智慧大发现 年终扫除浴室篇 浴室的每个角落 都需要好好地清扫 首先 浴室里少不了浴缸 该如何清洗呢 浴缸里总是会堆积一层造构 甚至因此滋生黴菌 所以 一定要用中性洗洁剂 好好的来刷洗才行 而浴缸边缘 或是瓷砖的细缝 你可以喷上防霉剂 或稀释之后的漂白水 再利用餐巾纸 湿贴在细缝上 放置一个晚上 让清洁剂彻底的作用 这么一来 就可以除霉杀菌 最后再冲洗一下就可以咯 浴室的洗手台 有什么该清理的地方呢 水龙头因为水垢变得好脏哦 现在利用牙膏就可以让它脱胎换骨咯 就像是刷牙一样用力地刷洗 因为牙膏有抛光作用 水龙头会变得浮亮的哦 再加上我的丝袜神工 利用它来深入细缝 它伸缩的弹性纤维 这样左右的拉扯 马上就把平常刷不到的地方清得一干二净 刷好的水龙头只要稍微用水地清洗一下 哇哦 你看 不是我在吹牛 马上就是金光闪闪 闪闪金光 就像是全新的一样哦 最后再利用橘子皮擦拭水龙头 内涵的果胶可是保养金属的剩品呢 轻轻地擦个几下 让水龙头更加亮丽光彩 现在再拿出不要的牛仔布 沾点水 抿干 用来擦拭镜子是再好不过的了 一般抹布越踏水痕越多 用牛仔布才能让镜子更明亮哦 接下来每天都要蹲的马桶 一定要刷干净的 首先拿出没喝完的可乐 看我把它倒在马桶里面 我可不是浪费哦 而是利用可乐内的柠檬酸 来清除马桶上的污垢 放置一小时之后再把它抽掉 当然 边抽我还边用刷子 左刷刷 右刷刷 让刚刚软化的污垢刷洗下来 最后 这个马桶刷 也得利用洗洁剂消毒余下 让刷子在马桶里 用清水彻底的洗干净就可以了 除了一般的刷洗之外 当然别忘记小地方 一定要利用棉花棒来清理灰尘 而水箱和马桶中间的细缝 我们可是一点也不放过 利用毛巾这样左右来回的擦拭清理 所有的细节都处理完毕 才可以好好的给马桶来个三分暖 彻底的用水洗去一年来的累积污垢 千万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像是上完厕所第一个碰触到的抽水把手 一定要好好的清洁消毒哦 这么一来 马桶的清理工作已经漂亮完成了 只要将它擦拭干净就亮丽如新咯 浴室的天花板 是不是也累积了一年的水渍呢 来来来 拿出家中的除尘拖把 再加上抹布或毛巾给它固定起来 就是清理高处最好用的秘密无际咯 不用爬楼梯 不用搬椅子 只要随手一擦 就可以把天花板上的污垢水痕擦拭干净 这里可是一年难得擦几次 一定要用心清理哦 马上就要进行浴室里最后的工作了 不用我说 地板是一定要好好的刷洗 最后更要把水分擦干 保持地上的干燥才行 轻轻松松的就把浴室变得清洁溜溜 这么多简单的小蜜招 你也赶快动手打扫 过个愉快的好年吧